12月17日,记者来到海拔4479米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,一群喝牛奶长大的小藏羚羊已经在这里的幼儿园生活5个月了。 位于可可西里附地的卓乃湖,被誉为藏羚羊大产房,每年5到7月,来自青海三江园、新疆阿尔金山、西藏羌唐等地的藏羚羊会奔袭上千公里来到这里产载。 参载回迁过程中,会因躲避天敌与幼崽走散或受伤。八只被寻山队员救助的小藏羚羊成了今年的入园新生。 采索家是索南达杰保护站的一名工作人员,除了每月一次的大型寻山工作外,还负责给小藏羚羊喂奶,检查身体。这样的奶爸,保护站共有13名。 每天早晨,采索家要为这些藏羚羊小朋友们准备早餐。 他告诉记者,每只奶瓶都要用热水消毒,倒放着沥干,才能将牛奶晾温装瓶。 要用手备测试牛奶的温度,以免小羊烫伤或者拉肚子。 肠胃不好的小羊的牛奶里,要加水或葡萄糖。 小羊刚开始救助到这边来的时候,就是有些小羊就是刚开始就是吃到母乳的那些小羊的话,就现在到这边我们去人工去喂养。 就是还有这些去牛奶这些的话,它有点不适应。奶嘴的话,它死活不合,我们就是用嘴巴去给它喂。 就是一天喂两次就这样的,越往后以后,它就慢慢就习惯去用奶嘴喝牛奶。 记者跟随财索家去给小葬立羊喂奶时看到,这所占地约550米的幼儿园分为三个网围栏区域。 大葳栏里养了四只小葬立羊,小葳栏里养了三只小葬立羊和一只小黑山羊。 葳栏外还有一大片自由活动区,供小羊们提前适应草场环境。 奶爸们刚走进葳栏,小朋友们就奔跑过来,将他们团团围住,迫不及待地咬住奶瓶。 记者注意到,在这群小羊中,有一只总是远远的望着工作人员,除了吃饭很少靠近。 采索家告诉记者,这只小羊是他今年7月在公路边救助的一只车祸羊。 他赶到现场时,小羊已经生命垂危,骨头裸露在外面,经过两天两夜的救治才活过来。 目前虽然身体已经完全康复,但见到陌生人总和本能的闪躲。 目前,这八只小葬立羊已经五个月大,到两岁,他们就会在自由活动区域加强野化训练, 逐渐减少和寻山园见面的次数,最终野化成熟,回归大自然。 以前的话,我们藏羊羊在青藏公路,109国道这旁边见到的可能性很少。 就是通过我们前辈们,还有我们这一代一代的科系里,去守护,去保护藏羊羊。 然后现在的话,我们在109国道旁边的话,随时都能见到藏羊羊在觅食,然后奔跑的一个场景。 有时候就是特别累的时候,能看到这些藏羊羊,一群一群的藏羊羊,我感觉这些工作全是值得的。 那一群挺多的,我肯定是只有了吧。 据了解,截至目前,索南达街保护站供救助藏羊羊300多只。 藏羊羊羊羊羊数量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万只,恢复到7万多只。